相信Q的对线把武器锁下 那双方阵容确定 其实来这一轮的BP啊 就看到最后可能还是没有给小赵拿到特别衬手的 AD英雄是很难受 但是EZ能玩 因为对方这个阵容确实也没有那么肉 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这把两面打应该都是从下往上刷的 先是都是一字长蛇阵的站位来守住自己的野蜀 碾碎他们 一女带的余震 下路卡尔玛带的会心也是继续加强自己打线能力 这样其实洛加EZ本来对线就弱 对方在补一个卡尔玛带会心 其实对线会很难受 是而且洛虽然说他前期对线打卡尔玛很难 但是卡尔玛之前也很脆 就洛如果到三级有机会抬一步的话 配合上自己的点燃还是有机会杀的 全军出击 先攻EZ 这把是要压线的 因为如果不压线 对方一直站在兵线后面 EZ是很难碰到对方 卡尔玛这边还点了一个好像水箱行走 是 他也是为了想多去支援一下 那这个水箱行走点的还是蛮灵性的 可能这把也是要多跑线了 一血绿一边是中单一边的是脑腾打野 一级上来 在说要击 skipped a 是电行 其他的要击再去一下 和调整一边下 幻血半斤妈俩 但幻血打冰女 等会是不能随时踩上去的 嗯 所以你觉得就带的是余震 对只能用q一 不停的和你拉冲 二级应该也是要学一 这推线上面确实推不过 上路这边开始消耗你 依泽也是 百剑三红出门 躺平了 毕竟他应该是大概猜到 对方近是四瓶红药的一个出门状 如果不把补给品带主 怎么和这边赖先 今天下路就赖着不走了 是的 上路抢二了 再往后稍微烧一烧 一波也是不投铁 把看中路bubble了 能不能限制到strive 回头练一套 这样换血其实bubble不是很赚 但是妖姬的被动也被打出来了 金花水月的神圣 但是strive还有一瓶药的 是他有饼干 再磕一瓶药 那这样血量上面有优势了 想抢上半区的一个视野 过来想蹲一下 strive也是很灵性 没着急进去 因为盲森在刷红 对刚才冰女是有一个w闪的空间 还好妖姬没有往前走啊 哎这波踩上来 回到原位 没有控住 差一点点 strive对于这个妖姬距离的把控啊 还是比较聪明的 那赵姬这里还挺伤的 因为盲森自己的野球都快刷完了 而赵姬下半野球都没有刷 浪费了很多时间 是的 主要这个意图太明显了 你往左上边靠感觉肯定是有人 而且你这个血量不回家 哎下路一开始 毕竟落是短手辅助嘛 确实是不好打的 很折磨 这个下路要一直被招好 对落座在本地起来 才能够有机会尝试抬一下 而且我觉得这个下路啊 就算抬到啊 其实也很难杀 伤害不太够 后来抬 抬不到 第四发打出去之后 可以往后拉扯 有一个移速加成 金充娜还有三平红 要一点不光 而且赵姓也在下半区的 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压 我上来敲一套 就把伊德悦尔的先攻 对线是很难触发的 可能打团的时候 想用自己的Q智能和大招 去拉扯一下吧 嗯 赵姓点了一个碳焦果实 看到并没有看到对方人员的位置 但是知道对方下半区还没刷的 看这个血量是有点想动手的意思啊 但是对方血量是满的 多就想反一下蛤蟆 把东路叫过来了 看到盲藤的位置 这波俊佳很危险 看一下 阿比俊佳过来 直接交闪现 这家也很远 很果断 但是洛这个血量是有点低的 专注 洛这个血量有点低了 但没事 伊德悦尔的治疗还捏在手里吗 嗯 再一个阿比俊佳 练到反手台 交一个闪现躲掉 但自己这个位置被追着A闪现 跟闪 这个位置最后第四发 地狱也没A死这个辅助 对下路 下路两边都交了四个召唤师技能 但是镜手上还有红药 还可以继续耐线 但是你下个突破是不是得回家了 补助得回了 你不知有 伊德悦尔还可以利用自己什么 特定的塔下持线 然后不要弄 还有雷 你搞我一波蛤蟆 我搞你一波 那其实造性还是少 这样整体上面还是有一个比较 小的一个落后 毕竟之前造性是来注入多那一波 而那段时间 盲森一直都是在那头刷野 所以他的野怪的刷新速度 是要比造性快了 妖姬再卡一下兵线 中路上面是有现眼的 来了 过来两段踩 链子练的小兵 没有留住没办法 而且兵女还是有大招和闪剑在手上 这里应该只是想打一波技能 下一波再来 而且看得出来 挨的这个野斧的灵动 是非常的及时的 妖姬这个TP 其实如果没有好的机会用 所以之前 他是在中路把兵女的状态给压低了 低出了兵女的TP 自己领先一个TP 这个时候起 RA要利用这个TP差 做点事情 看一下能不能利用这个TP 帮一帮下路 或者帮一帮上路 因为下路确实很难受 上路嘛 就是Cube自己打得 还挺舒服的 倒也不用太管 下路的话 他们得要插一个 比较不错的绕后眼 给妖姬踢才行 看 虽然下路压压得很多 但是补刀其实差不多了 我失去耐心了 那一阶能平衡补刀的话 其实也能接受 妖姬其实自己压力也挺大的 因为造型猛的来中路 而且他打比女 其实真的是被抗着 就没有办法用某一 重注意的踩上去打伤害 嗯 没法换血 是 而且他自己还要小心 因为自己是TP 而不是进化 如果被 呃 给你找到机会的话 自己就变得笑死 想反应组妖姬的蓝 这波妖姬没有蓝的话 就没法推线 但是看要不要接啊 这波实际有点想接 先俊佳逞掉这个蛤蟆 但是蓝是没了 过来练到赵信 赵信这个位置 才五截 可能要被秒 过来是那个呼盾 靠点燃 还是被秒掉了 赵信 这个等级是个大锅呀 但后续二等天一波过来 还命令我给自己 他把往后拉 再给一个群盾 抓会必须要后撤了 远程开始下距 艾伯的血量很难 艾伯能撤走吗 好像撤不走了 有没有人挡枪 但这一枪空了 好在志愿华才收掉 而最后一下平A也让 冰女收掉这个落的人头 是 刚第一时间 盲森倒六 那波太关键了 导致上命开水 就拿到了一个人头 不过后续 跟他在追击战当中 卡尔玛在上进的 这个拉扯 是发挥的灵力静置 而且刚才冰女为了留人 直接打不留闪也很漂亮 那这波 对于打野来说很亏 但对于下路来说很赚 实在从 其实这个下路的拉扯 就开始慢慢展示出来了 现在EV 还是要等自己的摩切 做出来才行 现在还不是他的一个发力期 卡了个时间点 武器上路有限权 想先打下武先锋 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练到了五级的造型 没大招的 这里毛 真倒六 真的很关键 大招 穿藤葫芦穿两个 对 踢脚踢两个 但是这波 感觉追的是有些激进了 是 因为冰女 毕竟技能还捏在手上 而且卡尔玛加上进 这个拉扯 最后 iBoy 很痛苦 没人帮挡 冰女也是直接 W闪去留人 很火 最后一枪没中 但这边滑踩中了 而刚才左下角 也是造型成功拿到了 盲僧拿到了 这个下武先锋 我想来看树带熊 还比较想做事情 你在你的野区晃游 如果这里还没有到达六级 没有大招的先手 然后自己这个兵线 也不敢吃了呀 直到打野 就在下路 呼吸淡淡 我差不多塔皮被吃的好多 只能用大招刮下 分线 毛生这个下午先锋 应该是要直接放上路了 让武器更肥一点 这把武器起来了 确实左边这个阵容 没什么人能够处理 是 展开 没排到 能开始下局 看能中几枪 啊 坐下也不走位了 上路直接拿下 逼血塔 两边打野都在各自的半局给队上压力啊 不过盲僧这里因为我杀手先锋 还是可以率先拿到一些塔的 帮又不帮练嘛 杀路这边本来打不过 嗯 这里 z 已经有好几分钟没有稳到经验了 哎呦 才67刀啊 是 一开始补刀是没有拉开的 就在三分钟前 两个都是一个50刀的一个呃 情况 还不然很难受 z 这个发育 一会中期打团不一定能有声音了 看武器了 对吧 去我们上路对线对的挺好的 但他中期其实也不是一个马上能过来作战的英雄 他也是需要一定装备的补养 武器其实并不是一个打团的英雄 他更多的还是 这把的任务还是要去和青钢引单带 嗯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嘛 跟打下过前方放在上路的一个原因嘛 希望自己的单带点更肥一些 武器如果要打团的话 最好还是要从侧翼去切入 是吧 进也是很针对 直接出铁板靴 也是主要都是 AD平A的输出 所以这把有卡尔玛 其实有卡尔玛在的话 能给加盾能加移速 妖姬低身进来 其实可以 有机会拉掉的 而且妖姬也不敢随便进 因为他没有进化 也没有水银 他还是很忌惮冰女的 是的 还不会是先把西兰刀做出来 不好出装其实还是 比较复古的 西兰刀加上摩切 可以尽快的提升前期的一个作战能力 这个塔不好走 发个大招往后撤了 赵兴一直都在下路晃悠 那洛也走掉了 但是想反包吗 这波眼上是看到对方人人来了 把盾给交了 那这波没有阿异了 这里四个阶梯都在 两个TP落下来 对方也落 TP也先抬 抬到卡码 伤害不太够 赵兴直接给大招 武器反身想走 被框住 但兵女进场直接框到对方的后排 把刀交给自己 但是伤害不太够了 但第四发 低语直接收到对方落 还在往后拉扯 一个地方还定到对方武器 武器比较肉 但远程还是驾居了 兄弟们帮我挡一下 一字长蛇阵挡住了 看双方做了一个一换一 上单换 但是平常转过来 再留着strive 招一个闪现 然后再追马俊达 Q到了 回头给了口可血 但是侧边 i4打不出输出啊 在侧一直尝试的去偷输出 但还是没有作用 刚才两边是四个TP 全部都落下来了 但第一时间 就清光你的那个大招 把自己带到一个 很尴尬的位置 导致和对方做了一个呼唤 但第一时间 所有TP亮起的那一刹那 确实感觉 兄弟联盟 采提招展 是的 惊奇呐喊 兄弟们都来了 是 而且在后续一个拉扯 可以看到 因为冰女有她的一个被动存在 她可以召唤出对方尸体的 一个冰封奴仆 再加上 镜和卡马的拉扯 所以他们在后续一个 突突战当中 是更具优势的 嗯 但是这波辅助换上单 其实肯定还是 这往辅助那边转一点 而且 而且 洛阵王还换到了 进的一个闪现 进去闪现 补了最后一下的伤害 嗯 这下有狂风了 对 我 包围做很果断 第一时间给真言 做TG 但因为所有伤害 第一时间控制是给到的卡尔玛 也没杀掉 而且赵姓这个新瑞护卫 也是让自己第一时间成活下来 冰女的这个进场 是彻底的鼓端的后排 可以看到EZ和洛 这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输出 进闪现去收掉了对方的一个辅助 嗯 但是这个裙盾啊 就是终结了对方想继续追击的 一个欲望 而且进在这个位置 驾驹就很不解 俊佳挺细的 没有办法打断他 俊佳上去先 咳雪 毁了一下血量之后 再帮兄弟挡 这两波下来 比风声大雨 一点小双方的经济并没有拉开 还是在一千块钱 RA小领先 但是下一个峡谷先锋 就要刷新了 这可能会成为 比较重要的一个资源争夺点 并且两边的中塔都是在的 谁拿到下一个峡谷先锋 绝对可以率先去破 对方的中路一塔 嗯 武器可能还想单带 我现在不太想说 正面跟兄弟们去一起去打团 等我两三件吧 两边对于对方的提示时间 基本都是心知著名的 同步的 对看看我自己的提示就好了 是不用花费时间去记 是 严肤有想法 上路的二塔的血量很低 因为刚才被下午中转过一次的 你跟现在模式还没有做出来 你现在也是跌到了200层 还是有点 嗯 还需要再等他发育吧 啊 擦一下 就是点不掉 难受 自己也不敢呀 嗯 万一吃到控制可能要死 是 但是这把还没做鞋子呢 那这把出水银鞋会好一些 对 一般要出出水银鞋 如果不做水银鞋的话 那就要出女妖 哎不过现在要抓紧发育啊 因为这个魔踪还比较远 但他掀出 独特之连 七蓝刀的装备 就是为了能够前冲 这个你打架的 可平 但他这把没有拿到什么人头 而且补刀也是有点落后的 所以他的导致 他的发育状况并不是很好 控制力是在从 是先中这个四五先锋 所以人站好位置 那让了 对 武器没踢的 就看你打完就算了 妖极想尝尝抢一下 想不到对方有惩戒的 武器带掉一个下路的一坦 对 但小龙盲森你过去先打了 做一个资源的指法 然后再打龙 龙也是换掉 双方各自拿一条小龙 看一下 这把是什么龙魂 还特别科技龙魂 那这把其实不太好拖 这条龙旗还不错 因为他在这个版本是有加强 加6%的一个攻击速度 然后技能提速 技能提速很关键 是的 但是现在确实 虽然近这个点位是有优势 但中路你想直接把这个防御卡推掉 还是很难的 看一下这个刚刚拿到的小五身风 雷要放哪一边 而且对于re来说 坏消息就是他们这里没有人能够出巨蛇之牙 如果一直要出的话 虽然扣他装备 但不出了拿这个卡码毫无办法 感觉只能让妖极出一出 妖极出一下影验对吧 破破盾 把我的上路带 妖极这边非常紧身 因为没有太多的视野上半径是黑的 兄弟们赶过来了 帮点了个针眼 大呼安全 看赵现这个峡谷前锋 诶 如果被捅到了 W没有过强 应该要等一下队友来接自己 轻武成装和队友会合 再聘中路是想放 峡谷前锋撞一下 应该是 放了 想把这个中塔给他推掉 BJ大招马上转好 能把现金要吗 过来 想先留人 比如是个冰女 被打了一套 但洛把大招给开了 对 冰女这个勇双很关键 刚才直接阻断了对方追击的想法 嗯 标击出了个法穿鞋 那其实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他出法穿鞋就意味着 嗯 他要去等队友去吸收冰女的技能 然后他才能进去打出一出 还不会要拖一下艾伟的发育 要等魔忠两天到才能打 这边过来 套了一个加速的护盾 没有能够大到 嗯 有闪现 但刚才自己的下落双人组里 自己的位置有点远嘛 所以就没有闪过去大招 闪现也跟不上伤害 是的 那这个局势可能要稍微拖一会了 因为现在场面上是并没有太多的中立资源 能够拖到20分钟左右 要看一下下一条小龙 而且进收线收的也非常稳健啊 我就在塔下挂着我也不出去 对不对还亮个表情 这边野区其实有蛮多挨的假眼的在蓝区 我两个人可能要被包啊 对 永双 能空住 哎 W也空了 不然间子标记到 但也不敢上了 嗯 也不打算去闪现大招 这里还是很稳 因为他怕盲森把自己一脚踹开 就如果自己闪现过去一瞬间 然后盲森把自己踹开 尴尬 空住 但就是不较大 不着急 余震用过了 上路的防御塔可能马上要掉了 上路二塔掉了 那这波拉扯好像把自己塔给拉扯没了 但对方确实对于蓝区的进攻 非常的执着 还也是不停的牵扯对方 让对方看有没有可能犯失误 感觉冰女还是有点太稳健了 对面不较劲 她就不想去先手打伤害 然后觉得刚才下路组合不在吧 是 AD不在 AD在的话可能能试一试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 可能得靠造性跟AD两个人去打输出 而且静为了去处理对方 上年过两个半肉英雄 也是第二件 直接出了大清语 多米尼克林主的质疑 哎这个阵容是不怕跟你拖的呀 是 哎这个阵容是可以跟你拖得起的 因为大话等到EZ磨切做出来 他们这个双破口体系就成型了 妖姬和EZ可以不断去蹭伤害 更不要说EZ带的还是个先攻 Q你一下 又痛 都能够拿到钱 进这个点很肥 只有健身 出了多米尼克 往后来打盲峰和武器这种前排的英雄 最佳这个位置盲峰很灵活 所以不怕你 两边都是在试探性的去进攻对方 并没有下死手 并都知道对方是有关键性技能的 这把其实 他们两边的阵容都是比较相似的 是的 爱波尔要做现在时下EZ非常流行那一套的 就给王面对王面对王面 那其实自己也有点肉组 而且小技能也有一些法系的加成 可以补AP伤害 那待会大招刮下就很 某种快好了 爱波尔这一波可以接的 招心口上来 反正被开了 雷可能要被秒 一脚踢回去 雷被秒了 造型导致的情况下 冰女进场了 给自己大招 要被对方直接围殴了 交了块表 被压了一下起身 起身没压住 但还是死 那正面架剧也没有打出太高的伤害 我招心是直接被秒大招想象 都没有摁出来 从事实践到达21分钟 直接拿大龙 对 武器拿小龙 兄弟们拿大龙 两个都要 而且武器有踢的 如果对方敢过来守的话 自己可以绕后踢 那实在中的抉择呢 决定去防守一下小龙 那武器往后拉扯 吃个果盘 是 即使止损 但是这两个人 武器能一打二吗 反正方向交起来 闪现约 挑住Ever 而往后拉开 有一个闪的 但妖姬来了 两套踩上来 射到对方AD 后续练到 没练出二段 但是阻止了对方 打小龙的一个企图 那大龙应该是有了 还好妖姬是在后面 闪现W才死了 几时止损 我大龙还是被LA 我问得收入囊活 但是复活了赵姓 可以回来 继续打小龙 那这样好像显得 武器大师的阵亡 有些没有意义 他刚才上 可能就是因为 自己的重担在身后 想要去配合 妖姬流人 开皇冠加速 要硬流 有闪现的 还焦吗 链子 链出二段 焦个闪 挥避一下 二段踩上来 继续跟进 落台 但是被未冲锋 位移 石头人跑掉了 这一波 赵姓也开出了 自己的大早 好处升天 但是LA依旧是可以进行 一个中落和下入的 直肢压线 毕竟有大龙大股 但局势上面 就很不利了 因为拿到大龙的情况下 对方可以利用 EZ这个点和 妖极的Poke 进行推进 不断地给你压力 而失败 这里 因为辅助是个软腹 也不好开团 他们还是要等 青冠亦来正面 天鹤必须去抬 破掉了中路的一塔 和下路的二塔 这样其实正面 可以继续打拉扯 道姓叠一下 三重爪击 但肯定是不敢捅上去的 在道姓和卡尔玛 有一定的处战能力 但是被消耗得很残 给一个群盾 中路二塔要继续防守 上路武器已经带到高地了 这个中路二塔还防守吗 给了个针眼 武器保护下自己 两个眼位 基本上把对方 想要过来包夹的位置 全部看得到 中路的二塔 也是要给掉 虽然说武器没有大龙buff 但自己的队友 可以用大龙buff 持续的在中路压制 要给两台上来 想找辅助 伤害有点高 那卡尔玛 必须得回家了 这个中路二塔得放 有个群盾撤退 那手长的优势 又提前出来了 这波 是有闪的 如果再不去开团的话 肯定就来不及了 但是差不多 也要撤退了 是 这波其实已经赚很多了 再把野区稍微的清扫一下 就他现在开EV的话 其实还能杀得掉 待会等EV的破坏 往后支免出来 这EV可真 回家 感觉我感觉有了 已经有了 有了有了 回家直接做出来了 再补了一个明朗靴 现在CD也拉满了 他现在开谁都不好开了 因为EV有破坏 往后支免 而妖姬以及洛身上 都有一个 妖姬做精神了 洛有块表 带波人做拉满 上路 戏和盲森 都是有血手的 现在树大熊 可以说是有点 进退为主 现在 主要清刚营的装备太差了 他不太敢上去开 他连死武都没有进去 很容易被秒 他连带线现在就要绕着武器走 武器这把一直对线优势呀 227到了 这把扣得打得很好 而且世代神的阵容 其实只能耗兵女 去打游戏上海 那么相对应的 EV也是 只要兵防着兵女 就不够了 这把盲森可能就要把大招 捏在手里 去防兵女的进场 或者防一下造性的进场也行 对 一脚给对方踹开 清刚营也是一样 打一个防守 反击就可以 他也可以通过落的 惊鸿过去去开团 选择的方式很多 不过好消息 世代神 毕竟有清刚营的一大招 如果他们能够抓住 对方落在那个机会上 小眼大刀直接盖 对我的伤害肯定跟上 嗯 近是有远程捕伤害的能力的 对 而且 兵女是可以用兵转 直接位移过来 不上控制 但很难开 外面一点事也都没有 是 留了一个蓝BUFF区的一个真眼 而且RA你可以看到 他们终于攻击都是抱团行动的 除了武器 嗯 EZ有闪有治疗 这么灵活 你很难抓他 来了 叶博 这不是个机会吗 想留的是辅助 被拉回来了 RA应该是要死 招了这块表 起立 能走吗 走不掉 但 开个辅助 大招用过了 那接下来EZ 你没法开了 没事 他们就会想现在杀人 然后拖一下时间 哎 要继续练一套 直接逼出对方大招 心里没大了 再打一套消耗 嗯 施大熊现在只要能守住自己的高地就好 RA也是很着急的 他们在这里留了半天 等对方的高地的影子都没见到 嗯 可能还得 再等一下中立资源了 是 确实不太好上 这个高地 不过通过慢慢的拉扯 双方的经济 是拉开了7000块钱的一个查局 我去 继续单带 我们还要带 等一下 死五了 实际上也 RA的优势是很大的 因为有薛手的情况下降 一直很弱 而且盲松又补了快表 下一波 这个中立资源团 打起来还是他们小牛 嗯 但是说在熊这里 主要防守好大龙这行 因为R1现在只有一条小龙在身 不怕对抗这么快龙魂 进也是三件套的 有无尽了 嗯 金刚也是做终于做自己的死武 但妖姬现在开始poke了 有卡尔玛在去妖姬很难去poke到什么血量 嗯 那这个小龙直接拿 对方也是不看了 因为上一轮是卡了个时间差 把小龙给拿下来 现在没有那么大龙的压力 要不然这一排这个定牌龙一拿 可能压力就有点大了 双方各自两条小龙可以再拖一条 现在这个大龙视野就很关键了 卡尔玛是为一个软斧做视野的话 一定要有打野陪同才行 哦 EZ也有水鱼吸带了 交tp 这个位置 对方其实没有太多的视野的 给了一个远见改造 看到了 插了个针眼 你现在猜一猜我有没有在打 所以必须要过来看一眼 想蹲一下 蹲个有缘人 是了 来了 请军入梦啊 这是 已经在敲了 这两个上野 打是不太掉血的 双方 这里必须要过去了 妖姬一个人顶在前面 打得很快 已经半血了 他们已经没有远见改造 所以必须要用人过去看 直接开 开一个青钢影 先杀人 我直接秒掉了 妖姬 飞和落的伤害 直接把对方上单给秒了 那大龙也有 还减缘的情况下 要退守了 赶紧裙盾往后拉 是 反正这一波 实在乡就很难再守了 然后 实在乡必须找个人去看一眼 是 刚才他们也是把最后一个眼睛改造 用来看了第一波视野吗 那么后续 卡马这个虎子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 自己一个软虎子 站在队友身后 但根本就不敢往前去看 对 就导致大龙那边视野一片黑 然后一直在外面稍微拉扯一下 对外型的重能根本就不敢过来 腰肌也有引验了嘛 现在伤害也很高 上来打一套 造星直接被打出大招 回头酸 吃了一点伤害 但没有关系 回头想强行换 艾伯吗 艾伯想有点低 多了啊 残血了 但是俊佳赶紧摸过来 帮挡枪 反手 拉一个大招 刮到对方进 进也是一个残血 但中路这边想强行开武器 武器大致开机反击风暴 往后拉扯一下时间 对方交TP出来 是冰女 但巴宝能跟得上吗 好像跟不上啊 对方可以大龙巴宝加强回头 是两边也是拉扯到了极致 刚才艾伯瑞尔 真的是一丝丝血 差一点就阵亡了 过这边 把火断还 再多出了个水银戏带 而且刚才青冈影 他在中路想要去留武器 可能是让配合自己的打野 照星进行一波击杀嘛 只可惜冰女的TP 落的还是晚了一点 感觉现在冰女不知道该搭谁 搭鼓中搭A就不太好 对所说的问题 只能找摇姬 是 而且对方上野也是 不仅有血手 甚至还有两个鸟表挂在身上 对你把技能交给他 就太浪费了 落甚至还出了一个水银时代 很夸张 我 金虹过系 接圣诞登场 1QR 加摩以迷踪 直接秒掉 没办法 必须要有人过去看视野 伤害都溢出了 对 中路的高地防御塔 直径下一丝丝的一个 三分之一不到的血量 炮车 再输出 再点一下 应该是不要掉了 中路的高地爆破 想开 大法把兵线带过来 下路武器也在带线 可以考虑是破两路 不开的话 其实就没机会 是 但是也不好开 现在两难的境地 下路的兵线也到了 其实兵线要开 真的应该早点开 等到对方把这种防御的 保兵性装备都掉出来了 自己就很尴尬 现在药机开始消耗你血量了 还碰不到他 很烦 是 两个炮车 兵线这也清不掉 很难受 这好清兵啊 进还有手中的兵线 哎呦 雷扛不住了 赵信 这边打出大招 你再刮了一个大 刮到虎柱 虽然招了一个皇冠 但下路的高地塔 好像要被点掉了 要被破两路 两路 甚至武器还可以提避到上路 把上路兵线带过来 考虑破三路 但是他们好像是 想一波 门牙塔了 对 青岗影要开吗 想开EZ 艾波直接跳走 闪现直接控 妖极很快 手速直接摁出精神 武器进场 直接吃控制 同时巴伯没技能了 打出血手 莫进去吃了一套 伤害往前 往后拉得出来 后续EZ输出环境非常的好 燕子又练到对方妖极 妖极想要往前去打输出 没有机会 但进这么拿到一个终结 那后续冰女拉走了之后 艾波还有机会操作 这方闪现 想通通小姐调起来 但EZ还在往后拉扯 但这波被逼到脸上 应该拉扯不了了 再一个奥西线往后拉走 一个致命滑带 换了一个卡尔玛 但自己也是倒地 是 刚才他们打得很漂亮 就是 他们先是用冰女 先来看一下这波妖极 似乎要因人 偷一个 走掉了 刚才他们很漂亮 也就是在于 冰女把妖极的一个精神给逼出来了 然后后续青光影直接盖大招 这导致妖极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打出输出 然后后续进的位置都非常好 呃 她的完美谢幕的两发子弹 直接收掉两人头 来看一下这一波 妖极反应也是很快的 对 直接摁了精神 冰女已经上得很果断了 对 但是你看这里 妖极只能想通往后拉 没有打出什么伤害 冰女又是用精神拓延了时间 然后进的这个速度环境 没有人来干扰她 走下角是 初代雄拿到了一条小龙 这个劲是把伤害打满了 第一波进场伤害 如果没有能够秒掉对方的前排的话 缺手一触发 确实EZ拉扯的空间也不足 对 这里EZ也是尽力了 还不会尽力在反打了 盲是也想卡一个 但没想到两个睁眼插在这个草丛里面 但卡码还比较脆嘛 被换掉了 现在还是要整个地图的东西资源 转一转 再进 马上要神装了 五条机进来一套 直接把补助打成一个残血 但自己吃了一发 通话才被碰住 往后拉走 有时候你帮挡枪没关系 但是对方在玩上路的兵线 轻进去 现在实在使用还是有很大的兵线压力 也中路和下路的超级兵都在往对方 都在往自己的塔下输送 你再拉这个大招没拉到 但是奥帅以前来打伤害了 中路的工程兵马上进来 是 给到了蛮大的压力 但上路兵线其实对方轻的也很快 嗯 车海熊也并没有想要把第二路 高级就这么轻易放出去 而且EZ的这个破装往后支点让东方很头疼 可以看到出来 从这里手都比较偏短 除了近的致命华 致命很滑踩之外 没有什么技能能够去打到EZ 破不了台身上的盾 EZ已经神装了 是 又是一条大龙 远近改造看到 这部大龙是不是要决个胜负呢 对方要赶紧赶过来 西部华仔空一下 想先找妖姬 但是正面这个龙马上要打完了 赵信把刀开了起来 不敢进 妖姬这边被留住了 妖姬能走掉吗 吃到寒冰林木 很自得要死 伤害打满 洛也被禁收掉了 龙桶里面赵信拿到了这条大龙 后续要把对方人群逼走 俊家一脚踹走 但是自己能走掉吗 打了出了血手 同时EZ在操作 家里面 工程兵在打门牙塔 但是兵女回去了 有大龙buff的加持 这个门牙塔应该掉不了 对 这里还是可以手一波的 能打掉吗 打不掉 门牙塔可以慢慢回血的 赵信拿到了这条大龙 而且还有听牌龙的优势 舒戴熊感觉 好起来了 还需要看他们能不能拿到这条 特级龙魂 EZ感觉现在伤害也不太够了 回去把秦朗靴 换成了副甲鞋 换成铁板靴 这会妖姬被逮了 妖姬跟兄弟们大部队不是一起的 想多了一下对方时间 但是这一波 看一下多少的血量 动展电磁标记到 你再Q了一下910 直接被逞下来 应该谁再A了一下 伤害正好 拼头没拼过 而且全队还加了一个 战略点悬赏的一个赏金 发财了呀 这一波 经济一下子就追到了 三千块来现在的一个差距 很难受了 现在 这把局面不好说了 如果让对方拿到海格斯科技龙魂的话 正面团战就没有那么好打了 让对方拖住了 而且卡马有拉扯的机会 青铛音想开开谁 另外一边还是想找妖姬 妖姬走掉了 正面一脚先踢走对方冰女 这个位置拉扯的很好 EZ是个完美的拉扯空间 先收到对方造性 再往前开 打住血手武器 但是吃了成真的伤害 这边还在定道 但是对方教了个精神 妖姬再往前踩 受到对方冰女 冰女这个位置也被EZ击杀 那卡马倒地的情况下 没有拉扯的机会了 两段踩上来 能不能留住 这个劲 进的一速还是很快的 这些武器回家 应该是要TP出来 对方现在已经没有高地塔 可以考虑从中路过去 直接一波 毕竟现在时间已经到达37分钟 复活时间特别长 只有进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守线的 应该是一波了 这个正面战场 叶博感觉开得有点着急了 那个位置其实没有太多视野 有点找不到对方EZ的位置 主要是舒戴雄的阵型分割了 刚才静和冰女第一时间 不在正面 赵姬被打了一个先手 被逼无奈在那个位置 交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苗表 直接上来晕到 直接被击杀 竟在上一波团战 已经把自己的双招 全部都用掉 这里也只能含恨倒地 那么还是恭喜RA 拿到了自己的首胜 恭喜RA获得 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还是有一些些惊险的 因为打到中后期 其实正面拉扯上面 舒戴雄也是做得非常好